一个城市的名称,通常蕴含着这个地方的文化和历史,一个好的名称往往让人印象深刻,历经朝代更迭,历史变迁,我国很多省份的名称都经历过变化,有的名称已经被舍弃,而有的名称保留至今,太平天国在建立之后,也曾给各个省份进行过大改名,但他们改的名字却一个比一个奇葩,让人啼笑皆非。 洞见历史人物,品熙世间百态,欢迎定阅爱观历史。历代前朝都是以君臣相称,而太平天国则以臣,天父,天凶,天王,又主统下之人方是臣。 前代列后属下之人不得称臣,盖以下字称之,众所周知,古代中国这个字是需要避讳的,所以对于都城都称为京,都或者宫等,但是太平天国则将北京改为北烟,而进入天津城之后的洪秀泉,更是把南京改称为耶路撒冷城。 实在是一笑大方,太平天国的上帝小家庭成员大多来自广西省,便把广西省改为贵府,以求好运庇佑。 此外,地名也不能和太平天国多锋六王的名字重复,首先就是天王洪秀泉的名讳。 秀吉改为了秀,泉改为了泉,因此,秀水县改为秀水县,泉郊县改为泉郊县,为了碧南王逢云山的会,就曾把山东省山西省改为山东山西, 把云南省也改为云南,云梦县改云梦,西王萧朝贵中的贵字自然也要避讳,因此,贵州省就改为了贵州,未必东王杨秀卿明慧,改清为京,于是,清江县,月清县等地都改为了京江县,乐京县等等。 在太平天国占领的底盘,还有这些山,云等字的地名很多,都需要更改,对历史的延续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还并不止这些,太平天国的管理制度中虽然对儒教大为摒弃,但却并没有到对儒教本身有深层次的认识,只是作为封建王朝的制度被太平天国全盘排斥。 而他本身也需要一个法度来引领农民团结反抗,因此,不仅是天王民会,天父上帝之会,天兄耶稣之会都要回避,所以诸如天,上,火,龙,基督等字眼更不能出现。 于是,将尚寮县改名为尚寮县,宁国县改为宁国县,等等,太平天国将龙定义为东海龙妖,所以带龙字的地名也要改为龙,便把黑龙江改为乌龙江。 按照惯例,在中国的土地上,政权的首都都可以以某京来命名,比如说西安是曾经的十三朝首都,在部分时候也被称为西京,再比如宋朝时期的开封,为了和西京相呼应,也被称为东京。 对于当时的太平天国来说,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首都可以用天某或圣某来命名,再加之,我国自古以来把首都称作某京的习惯,南京就这么被改名成天京了。 单从名字好坏来看,天津这名字还算不错,只是天津的发音与如今的天津相似,也不知道当时的南京人,吃不吃狗不里包子。 其实在我国历史上,因为要避回帝王名字而修改某处帝名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现在的江苏宜兴市,原本的名字叫做一兴,但宋朝时为了避回高粱和车神赵光义的名会。 将其改为了宜兴,再比如广东梅州,原本叫做靖州,赵匡印黄袍加身后,追封他爷爷赵敬为简公皇帝,于是靖州被迫改名梅州。 此外,到了明朝时期,明代的各个皇帝,开始用五行当作名字中某个字的偏旁,后随着明朝宗士人口越来越多,常规的带五行偏旁的字越来越不够用了,于是明朝宗士们就开始造字,后来硬生生造出了一张元素周期表出来,由此可见, 古代皇帝让地名更改以避回自己的名字,通常皇帝都会给这个地名改个比较好听,或者有比较好含义的地名,像宜兴和梅州,老名字很好,但新名字也不错,或者像明朝那样,皇帝的名字用新造的字,就不会出现实际地名和其他人民重叠的情况了,像太平天国这种简单粗暴改名字的,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太平天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葩式, 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起义的局限性,一帮子大老粗没啥文化,给地名取新名字,自然是怎么简单粗暴怎么来 实际上朱元璋是农民出身的人,他也没啥文化,但他和太平天国不同的是 朱元璋取得了全国性的政权,有的是全天下世子来当自己的智囊 由此,朱元璋给地方改名就要优美很多,比如说宁波的古地明明州,在明朝建国后,为避回王朝的明会,经学子明建议改名宁波 取海定则波宁的含义,宁波这个名字,比起云南,乌龙江等名字,自然要优美,且有内涵得多 当然这种情况更深层次来看,是洪秀权未建立政教合一国家,没有取得中国传统世子和士族的支持 导致其身边没有文化人出谋划策的情况 众所周知,东北是清军的发源地,因此太平天国最先拿东三省开刀 东三省有黑龙江,辽宁,清代教奉天,以及吉林这三个 天王洪秀权听到黑龙江这个名字就来气,往远了说,墨子,封神书,中层记载,黑龙是北海龙王的祖先 因为有晴天的本领,因此鳖族被女娲用来立四集,忘记了说 帝方志记载黑龙江水一片漆黑,站在高山上俯瞰,犹如一条漆黑的蛟龙一般,故而得名黑龙江 而黑龙江所在之地,就成了后来的黑龙江省,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解读 这个名字都很霸气威武,再加上是满清的发源地,这就让洪秀权很不满 怎么办,很简单,改一个难听的名字就行了 为此洪秀权于1853年年底大比一挥,直接将其改成了乌龙江 之所以改名乌龙,其实是参考了《搜神记》中对乌龙的记载 在这本书中,乌龙是晋朝时,一位较张然的人养的一条狗 后来这条狗有救主之功,因此被记录了下来 言下之意,洪秀权改这个名字,有指桑骂槐之意 其实,乌龙江的改名,还算是好的 有其一定的寓意,接下来给奉天的改名,就非常随意了 因为奉天中有一个天字,这就和太平天国的名字有冲突 因此,洪秀权直接将天改成了天,成为了奉天 最后一个吉林洪秀权没有改动 或许洪秀权实在是找不出什么理由来修改吧 不过荆棘门户直立省,洪秀权没打算放过 按照《青史稿》的记载,洪秀权为了让直立的百姓归降 直接将其改名最立省,意思很明亮 因为这里是清朝的政治重地,自然也是一个有罪的地方 既然是个有罪的地方,那么百姓就不要继续待着了 赶紧来投靠太平天国吧 他们为什么要给各个省改名呢 一,唯尊者会主要指的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王都有避讳的思想观念 因为古代人,尤其是皇帝,改名字,或者取名字都不能犯忌讳 无论人名,地名,或是类似于商铺等的任何名字,都要避开与统治者相同的名字 甚至说话都不能说到相同的字 不然就是犯忌讳,极容易引来杀身之祸 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各种文字语 虽然历朝历代,都要在某些方面进行避讳 但中国历史上,哪朝哪代,也没有太平天国更痴迷避讳这件事 除了在地名上,还有诸多地方都有所体现,红秀泉原名叫红火秀 为了与上帝邪火华之名避讳,他将名改为红秀,后来又改为红秀泉 可以说,红秀泉本人就是一个展现为尊者会的信大成者 二,为王者贵主要指的是 那些被封为王的人,为了显示自身的尊贵,而提出要与自己相避讳的人何事 众所周知,从一个个卑微的,卑贱的社会最底层的泥腿子 通过了农民起义一跃变成了贵为王侯将相 那种奴隶一夜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必须要通过某种形式来加以抒发 而为王者贵,正好体现了他们的这种心理需求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对于各种王位的分发十分的大方 前前后后,一共封了2700多个王 也就是说从起义初期的各色人等都封了王 大王小王非常之多 所以,为了避讳王字,所有太平天国占领的区域之中 所有的王爷都要求姓王的人都要改成姓皇 而除了王字,在太平天国的统治范围中 只要是代表权力、尊贵含义的字 统统成了避讳,在比如君、臣、后、主、都等 君要用上来代替,臣要用下来代替 这些都是为王者贵的最真实体现 其中最过分的是一些贵族 当官的居住地方,在文字中和口语中都要避讳开来 比如,我们现代人都并不陌生的的京、都、宫、殿、府等等 三,维权者意 主要指的是,这些最高当权者,有时候为了显示自己手握重权 可以掌控或者决定别人生死大权的力量 而所展现出来的随意性 比如说,看到红秀权随意几次改换太平天国的国名 其他的一些王爷开始了相互的攀比 大家同样是你腿子出身 都是从广西津田那个地方一起发家的 大家都是难兄难弟 凭什么你可以随意改名,而我们却不行呢? 于是,太平天国初期的六个王都 开始了他们的随意改名的过程 看到了天王红秀权把东北三省分别改成了乌龙江省 凤天省,还要把直立省改成了最立省后 西王萧朝贵不甘寂寞,赶紧跟上 把和他名字相关的省份都改了 比如,把贵阳改贵阳 而男王冯云山初通笔墨 他更加的是不甘示弱,赶紧连改三省 这其中的斗争,颇有点阿Q的那种和尚摸得 我为什么摸不得的意味在其中 注意谁又没有摸不得的 感谢观看